就是这一次的叫我们的乐队公司也是看到很多乐手 你们会有期待想要看到什么样类型的乐手吗 我觉得摇滚它是一个基底 但是它可以出现任何的音乐形式 让现在的无论是年轻人 或者是以前曾经喜欢过摇滚 喜欢过乐队的人 重新认知乐团这件事情 所以任何音乐形式 任何组织音乐团的方式 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 其实我们都觉得 现在有好多人对摇滚有一点点的误解 绝大部分的人觉得摇滚是一定要甩头 一定是比较坏 比较躁 比较叛逆的 其实你说蓝调也是摇滚 迷幻也是摇滚 慢摇滚 重摇滚 金属也算是摇滚 还有其实芭蕾 好多我们喜欢的 比如说张学友的 其实都是摇滚 它不一定要是 大家想的是 哇死亡技术才是 大家对摇滚会有刻板印象 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也可以就是向大众科普一下 就什么是真的摇滚 其实摇滚有很多 对样的方式 因为我知道之前看到了亭文哥说过 其实自己有一个很大的遗憾 就是想要组一个乐队 所以就是这一次就 一直都没有这个缘分 但是到了现在我又觉得如果可以做一个平台 把这个光芒给到喜欢音乐的人 会计 还有那个 厨师 书记不用了 H2 有的请可以找到我们 我们的乐队公司 对 哇 需要你们的方式 好 那我也蛮想去应聘的看一下适合什么 好 没有理我好了过去今天 哈哈 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出现之后 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谢总在舞台上的样子 然后包括我们今天那个肖总 还有王总裁 我们一起期待我们的乐队公司做大做强 好